Omniverse is a platform for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that bridges digital and physical it lets industries design, build, operate and optimize physical products and factories digitally 挥大執行長黃仁勳才在兩個月前的演講 談到公司的元宇宙平台 重視程度不言而喻 如今傳出挥大再度把觸角 聲向台灣將大舉招兵買碼 NVIDIA傳出將在台灣成立 全網雲端服務團隊 而且預計招募元宇宙工程師 以及研究科學家 新人的年薪 上看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 科技頁臉書本專分享 揮答要持續在台灣真才 鎖定軟體工程師 產品專家 研究科學家 元宇宙產品經理等 至少成立三個新團隊 招募軟體工程師及研究科學家 職缺數都是雙位數 不只揮答這連EDA龍頭公司 心思科技 今年也要在台灣 招募百人AI研發團隊 未來四年 已經承諾會有二十萬的人才 微軟對臺也加強投資力道 今年一到四月橋外投資建數 雖年減百分之五點七六 不過金額增加百分之六點零二 這是因為微軟對臺灣微軟公司 增加一百三十一點八億元投資 從事經營資訊軟體服務業 英屬開曼群導商則以新臺幣二十一億多元 增資前電科技公司 我們從過去的硬體製造王國 到現在迎接數位轉型 在積極的那個培養軟體工程師 所以相對軟硬體的系統整合 臺灣跟亞洲國家比起來 我們是相對有競爭力 臺灣靠著軟硬體整合優勢性 歐美企業紛紛加碼投資 也讓產業發展更具競爭力 三億新聞楊超成一一請台北報導